倒勾最后一务是吧 5000块钱是吧 我也是直接把它给拆开来的 绝对真实啊 我只能说本期视频的成本是真的是有限高的啊 就希望各位小伙伴能给我视频来个长暗点再三连 就是下午给我一下血吧 这一双鞋子我觉得将是2023年的年度鞋完 没错就是这一双倒勾5.0 据说啊是超过斯卡 Nike最后一次合作 所以呢很多媒体人把它称为最后一勾 他瘦了才短短不到一个星期吧 他在某屋上面销量已经差不多足足三万 没想到是热度多高了吧 不到一个星期就反超他的 爷爷费倒勾3.0的销量了 只能说非常之夸张 我也是入手了一双正品就右边这里 顺便入手了一双服店顶配的 他们之间的价格相差的10倍之多 但是那个卖我店顶配的那个商家他就这么多 不要看他卖的仍然不到正品的一分之一 但是他很有信心说可以比某屋上面的价值做到一模一样 那我这一听你这不把兄弟搭配不算了吗 这差价差了10倍 你还跟我说能对到一模一样 那我说句实话我是真不信 那么本期视频 我们就来拍一下一下这张正品之后呢 跟这一双福建顶配好好的对击一下 看一下真的是不是有他说这么厉害吧 看一下这是我在某屋上面的一个购买信息 花了5409购入的一传42码 你点查看物流 来我们看他的一个尾号 48444282 48444282 那我们直接把它开箱给大家看一下 开箱看一下打开 可以看到这次还有一个鉴别证书 你们可以少来看一下看一下鞋子 这鞋子上面是有个独扣的 你们少下这个独扣 都是可以查到我的一个购买信息的 那我们就来给他直接对比看一下吧 左边这双呢就是正品 右边这双呢就福建顶配 我们先各取一只右脚来进行他们的一个比对 首先呢看他们的一个鞋型的对比啊 说句实话鞋型这点我确实没看到什么差距 我们靠近点来看一下正品的一个材质啊 可以看到正品这个材质呢 他这个绿色这里呢是一个绿色脊皮 我们用手去抚摸他呢 他是会有一个刷色感的 可以看见他这个刷色感是很明显的 这就是一个原厂的脊皮的一个刷色感 那我们看一下福建顶配的 我去居然连材质也给他还原到位了 可以啊 我们看一下他的一个这样走线的一个对比 可以很明显看到走线的都是非常公正的呀 我们看到这个白色这一部分的皮质呢 就是一个头层牛皮 我们在按压他 他这个细纹是很明显的 就是很细腻的一个头层牛皮 按压福建顶配的看法 同样也是有一个细纹的 那么在材质方面 可以感觉到确实福建是没有抽纹减料的 确确实都是原产的材质 是他们一个鞋头的整体比对啊 整体呢打孔的都是非常干净圆润的 然后我们看到他们一个侧面的整体 上面这个是正品的 可以看得出来 其实他们侧面整体也是没有什么太大区别的 没问题 这他们那个后跟刺绣的整体比对 我们靠近来看一下 都是非常精密的 我们看一下另外一只鬼脸的刺绣做怎么样 这是他们那个鬼脸刺绣的整体 说句实话感觉不到什么差距 这个刺绣 正品呢 他是一次性送了三个颜色鞋带 红色黑色还有一个绿色的鞋带 然后呢福建顶配呢同样也送了三个鞋带 可以完全真的一点透光减料都没有 都是有到位的这件配件 一点没有透光减料 我们看一下他们的鞋舌 就鞋舌来说的话我真的感觉不到丝毫差距 完全就是一模一样 然后是他们的这个鞋底这个缝线的一个 比对 你们看 这鞋底缝线呢都是非常工整的 我是非常工整整齐的这个鞋底的这个缝线 有呢鞋底呢 他们都是做了一个这种五角形的设计 都是非常凹凸立体的 他们这个五角形 他们内里呢 统一呢都采用的是一个纯棉的一个内里 我们再去用手去抚摸他 我感觉其实他们的跟内里的材质就是一样的了 然后我就想啊 他们价格相差的十倍 像说外观能做到一样 但是 我觉得他们的内部构造肯定是有所区别的 我就不信 这双福建顶配的能把内部构造也完美的还原 然后就有了一个想法就是说 拆一只正品的右脚 然后呢再拆一只福建顶配的左脚 把这两只鞋子给拆了 然后呢我们还可以留下一双鞋子 然后正好我们还可以穿 那我们先打开我们的屠龙刀 把这一双正品给拆解来看一下吧 由于本期视频成本真的是比较高的 就为了追求这个真理 我就直接把这一双价值5000块钱的鞋子给拆开来了 就希望各位小伙伴能够视频来个查案 简单三连支持下午 不让我真的血亏啊好不好 好那我们直接把它鞋面给拆开来看一下 卧槽兄弟们这个不会是5000块的鞋子 它这后跟真的非常难拆啊 卧槽给你们看一下 这用料真的搬满了好吧 不愧卖5000块 开不动啊兄弟们 这个后跟太硬了 经过我们的一个不懈努力啊 我们也是把它的一个 鞋面给拆开来了 可以看到它 鞋面用料是非常扎实的 这里足足够做了一层两层三层的一个面料 非常的厚实啊 让它那里呢这些地方全部采用这个成棉的材质 就穿起来完全不包会摸起来 最主要是在后跟这里 它这个用料是最足的 后跟这里有个tpu硬板 你们看我先用手去按一下 它还是能感觉到它非常的硬啊 那我们找好的鞋底拆开来看一下 经过我们的努力啊 也是把它中底部给撕开来的 它中顶部这里呢是有一个干硬的 然后呢前掌这个鞋底这里是有一个工厂的一个出厂信息 然后后面是镶嵌了一个 AO solo 气垫的我给你们按一下 还是挺软的 它这个气垫可以很明显感觉到 那我们把它的气垫给拆开来看一下里面气垫的一个够照 可以看到啊 这是它里面的一个气垫 确确实实是一个真气垫没问题 再按一下它 确实挺软弹的哦 可以 那正品的鞋子用料确实扎实 不愧是 是5000块钱的鞋子 那我们等一下就拆开这栓看一下福建顶配有没有透过剪料吧 我们来揭晓一下答案 没想到福建顶配的这个tpu也这么难拆 我们把这个福建顶配的鞋面给拆下来了 我们来对照一下正品的鞋面 来看一下 同样也是做了一个一层两层双层的面 鞋面这里是摩托果剪料的 那里一件地方也都是一个纯棉材质 那我们看一下它这个鞋底有没有镶嵌气垫 OK 我们也是把中底部给撕开来的 看一下它中底部后面这里一样是做一个干硬的 用的鞋 卧槽 鞋底的前掌居然也有一个出产信息 那这个鞋底 起不就是跟正品一样的鞋底 我靠牛逼 那我们看一下它一个后跟这里 同样也是镶嵌了个气垫的 我们先按一按来看一下它的一个效果 也是蛮软的 拆开它的一个气垫来看一下 卧槽 可以可以看到的气垫确确实是这个真气垫 我们这样子给大家按下看一下 它气垫的一个注用力还是非常明显 就这么拆完之后 我们可以发现啊 擦架擦了10倍 但是他们的一个外观一样 内部扣子还一样 我去看一下这个扣子这里 你们找进去看一下是不是正品 我只能说 真的是下血本了 兄弟们就 麻烦给个13年自知下我吧 还好啊 我提前留了一手只拆了左右脚 那么剩下来一双鞋子 我还可以穿出去炸结 不明谢谢 我们可以看完事